1.8亿买了个大爷,费难多凌晨摊牌12强赛 李乔鹏非常无奈,程序员获彻底清算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男足 那么视频开头依然希望大家能够给直言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能够让更多关注中国男足的球迷看到直言的分享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一起来聊聊中国男足 我们都知道在大年初一,中国男足输给越南队之后 就回到了国内,到苏州进行了隔离 而眼下男足团队的隔离已经基本上结束 那么球队也将会迎来一个短暂的休整时间 而在休息完以后,中国男足又将会再度集结去备战新一轮的比赛 那么虽然说在此前,中国男足12强赛整体的成绩非常糟糕 但是从足协目前的态度来看 最后两场比赛,咱们中国男足还没有打算完全去放弃 也没有想要去彻底练兵的意思 那么球队还是想要通过最后两场比赛 能够给咱们全国球迷提出一个更好的面貌 能够给中国男足赢来一个翻身 而且在昨天在中国男足宣布的12强赛人员名单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男足目前是保留了基本上是最强的一套战力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对于中国男足的主教练李乔鹏来说 也要力争在最后两场比赛当中带队提出一些面貌 那么在比赛里争取给对手带来一些压力 甚至说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拿到一分或者三分 那么这是眼下李乔鹏他所带队的目标 而我们也都清楚如果说中国队在最后两场比赛里还有着一些想法 如果说我们在比赛当中想要获得好的成绩 那么规划球员他们的表现依然是重中之重 对吧 在此前的数据赛当中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规划球员他们的价值 所以说李乔鹏想要实现好的目标 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规划球员的问题 把他们带到球队 同时能够鼓励他们在比赛里勇于去展现自己 去帮助咱们中国队打开一些场上的局面 但是就在中国足协这样一份集训的名单出来以后 其实有一个规划球员 他的回归再次是遭遇到了球迷的质疑 那么这个球员就是咱们中国队的规划球员费南多 因为咱们也都清楚在此前的12强赛 在40强赛当中 费南多虽然是成为了国足规划球员 但是他一直没有登场比赛 那么中间因为个人的伤病 因为家人的问题 费南多一直没有随队比赛 所以说这一次他能不能够回到国足的比赛当中 也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费南多他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个人能力 他最大的问题是态度上相当麻烦 对于咱们国足的比赛 他似乎是非常的不上心 所以这一点是相当值得咱们去担忧 而就在这一次国足正式宣布人员名单之后 费南多他又一次回应摊牌 那么也是再次证实了个人的态度问题 也是让咱们所有国内球迷看清楚了他的面目 让咱们国足主角恋李肖鹏彻底的无奈 那么就在今天凌晨 费南多是通过个人社交发布了一个动态 晒出了一张自己休闲的照片 并且配上了一句话 那么费南多表示 我用微笑欢迎生活 但是总和恶魔联系在一起 那么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真的是彻底扔倒了咱们所有的国足球迷 我们说中国足协发布了人员征集名单以后 原本对于费南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毕竟他在12强赛当中没有过任何一次登场 那么这一次如果他参加比赛 也能够和国足球员有一个很好的道别 对吧 也能够对得起咱们国足对于他的付出 但是他的这一番话毫无疑问就证明了 自己现在不想出战12强赛 不想为咱们中国踢球 那么这就是他给出的个人态度 所以这一次费南多他多数 还是不会参加到后续的两场12强赛 那么这首先就会让咱们在规划圈的实力上 受到一些重大的影响 而且其实在我个人看来 这一次国足把费南多加入到名单当中 更多是想要他能够表一个态度 但是现在费南多却屡屡的通过这种方式 来拒绝国足比赛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一句 难道咱们国足去花钱是买了一个大爷吗 之前咱们也都知道 费南多他在中国效力期间 那么光恒大给他的工资 三年就超过了1.8个亿 那么拿着这些钱 我们不仅要问一句 费南多你的心里会踏实吗 所以说这一次如果费南多再无理取闹 再拒绝12强赛出战 那么我认为中国足协 应该和他去算清这笔账 如果说对于规划球员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条例 就要按照条例真正的 让他付出一些代价 不能说让你在每一次比赛当中 都因为个人这样的一个情绪 让咱们中国队受到如此大的影响 那么最后 我们也希望足协能够正式的出招 我们也期待着对于费南多 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处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聊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球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体育新闻事 下一期咱们接着聊